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与人的不同 所思所求也会大为不同 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也会大不相同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做不到将心比心 那就多点包容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情商越高的人越懂得站位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曾看到这么一段话 如果你是司机 你会觉得路人要守规则 如果你是路人 你会觉得车主需要礼让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觉得员工很是懒散 如果你是员工 你会觉得老板很是严苛 如果你是富人 你会觉得炫富不过日常 如果你是穷人 你会觉得炫富是种显摆 人啊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想法 不在什么位置 很难感同身受 处境不同 未必理解得了 我们的处境不同 很难理解对方的感受 我们的境遇不同 很难明白对方的做法 这个世界不会有相同的人走相同的路 有相同的感受 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我们的性格和思想的形成都源自于我们成长的路 天居高位的人很难理解穷人的消费观 身处贫困的人很难有说走就走的自由 古代某日 长安城天降大雪 寒冷至极 一个吃饱了饭 出来消化石的文人 见雪花飘飘 失信大发 脱口道 大雪纷纷落地 刚念了一句 恰逢有个升迁的官员经过 听到了 感恩黄恩好道 他拱手接口道 正是皇家锐气 旁边一个卖棉花棉库发了大财的商人 心花怒放 也凑了一句 在下三年何妨 一语激怒了路边的一个动恶欲死的乞丐 哆哆嗦嗦的大骂 放你娘的狗屁 其实在生活中 每个人的立场不同 也很难感同身受 你的乐别人没尝过 很难体会到你的喜悦和欢愉 你的苦别人也没吃过 也很难去照顾到你的情绪和委屈 人和人不一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 处境不同 难以理解 思想不同 难以共鸣 所以我们更要需要体谅和包容 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不要轻易评判谁对谁错 乳之蜜糖 笔之砒霜 一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 永远都不会有结果 也很难去解决问题 记住了 生命是一种回生 我们需要付出爱 才有感恩和回馈 我们需要帮助别人 才有人对我们施以援手 爱出者爱反 浮亡者浮来 我们理解不了他们的感受 但是可以少一些计较 多一些感恩和包容 水平不同 未必解释得通 人和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 也没有三六九等 但却有着不同的水准和水平 也有不同的人品和三观 你和一个小人争输赢 赢了他也会报复你 你和一个胡讲蛮缠的人论短长 你永远都解释不通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心 有不同的度量 但你和别人产生分歧 稍微解释一下就行了 不要几次三番 因为对方根本听不进去 记得在小学的语文教科书里 有这样一篇文章 作者读小学四年级时 老师把两个杨桃摆在讲桌上 要同学们画 他的座位在前排靠边的地方 讲桌上那两个杨桃一端正对着他 他看到的杨桃却像个五个角的什么东西 于是就老老实实按着画了 当其他同学发现后 都在笑他 老师看了看这幅画 走到他的座位上坐下来 审视了一下讲桌上的杨桃 然后回到讲台 举起他的画 问大家 这幅画画得像不像 不像 它像什么 像五角星 老师的神情变得严肃了 半晌 又问道 画杨桃画成了五角星 好笑吗 好笑 有几个同学抢着答道 同时发出嘻嘻的笑声 于是老师请这几个同学轮流坐到他的座位上 老师对第一个坐下的同学说 现在你看看那杨桃 像你平时看到的杨桃吗 不像 那么像什么呢 像五角星 好下一个 后来几个同学看完后 老师和颜悦色地说 提起杨桃 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看的角度不同 杨桃的样子也就不一样 有时候看起来 真像个五角星 因此当我们看见别人 把杨桃画成五角星的时候 不要忙着发笑 要看看人家 是从什么角度看的 道路相同 能够同行 道路不同 不去强求 三观一致 思想相通 在和人交往中 尤为重要 常与同好 真高低 不与傻瓜 论短长 这才是高情上的表现 水平不同 你说的话 对方未必听得懂 道路不同 你的体会 对方未必能苟同 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自己的思想 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合得来相处 合不来不求 人和人之间 聚散随缘 远近随心 站位不同 难分对与错 每个人在这个世上 都有各自所占的位置 其实角色不同 出发点就不同 对象不同 侧重点也不同 有时对待同一件事 哪怕是同一个人 也会因站位不同 对相同的事 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继部曾是项羽 仗下的大将 他有几次围困刘邦 差点要了刘邦的命 后来项羽失败后 刘邦花重金 收买祭部的人头 后来有人劝刘邦说 祭部当年为项羽服役 围困你是他的职责 他忠于职责 有什么不对 刘邦听后 不再计较祭部 甚至拜祭部为郎中 相反 祭部的舅舅丁公 也是和刘邦打仗 有一次困住刘邦后 刘邦求饶说 我们两个都是好汉 怎么能互相残害呢 于是丁公撤退 刘邦得以逃脱 再后来丁公去拜访刘邦 刘邦当场 让人将他捆了起来 说丁公作为项羽的大臣 却不忠诚 使项王失去天下的 就是你这样的人 于是杀了丁公 并警告其他人说 不要向他学习 刘邦的做法 看似矛盾 实则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他曾被敌人伤害 但毕竟作为君王 他对忠诚之事 是有一份天然的欣赏和担待 虽然他曾被安然后待 但是也作为君王 他鄙视 甚至瞧不起 那些因一时心软 出卖自己主人的臣子 其实在这个世上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有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隔阂 其实皆因站位不同 才有了所谓的偏见和成见 与珍惜你的人为友 和懂得你的人为伴 这样才会舒坦 人与人因缘分相识 因感情相交 因人品珍惜 因品德敬重 漫漫人生路 和三观一致的人为友 和惺惺相惜的人相守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